自党代会结束后 特朗普这竞选拉里小火车的油门踩得更猛了 拜登也解除了此前的冬眠状态 两人穿梭在战场周 白天搞活动拉票 晚上互相数落对方一番 总之这两周美国总统的竞选工作 开展的是有条不紊 直到一件大事发生 9月18日晚9点 美国最高法大法官金斯伯格 因转移性疑腺癌引起的并发症去世 享年87岁 三权分立中的司法一致高层 突然出现权力真空 谁来继位 成为两党乃至全国关注焦点 美国大选的节奏 因此也被突然打乱 目前处于天时地利的共和党 力推快速换人 民主党则主张大选后再决定 而掌握提名主导权特朗普 可以选谁 什么时候选 都将对11月带来影响 本期看你美 我们来聊一下 为什么大法官金斯伯格之死 已经成为今年大选的黑天鹅事件 近150年来 美国联邦最高法的大法官 一共只有9人 由一个首席大法官和8个大法官组成 这9个人扮演着美国宪法解读者的身份 而且为了司法独立 这个职位是终身制 除了自愿辞职或者死亡才能解职 就是为了让大法官 不受政党轮替的影响 专心工作 不要学国会老爷们 一到选举就得去演戏 所以 虽然大法官有共和党籍和民主党籍之分 但区分他们不是党派 而是理念 金斯伯格死前 这9个人中 有5个是保守派 4个是自由派 其中 带头大哥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 虽然是个保守派人士 但时不时就倒戈 和自由派合作 譬如今年1月16日 参议院正式开审特朗普弹劾案 罗伯茨主持的审理工作 6月18日 特朗普为反对移民 宣布终止梦想生计划 又被罗伯茨给毙了 所以总的来说 这9个人虽然看似保守派居多 但因为罗伯茨左右横跳走位 理念总体还是制衡的 这里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如果说三权分立 负责立法的国会 是看美国人脑子好不好吃 负责行政的白宫 是看手脚是否利索 那负责司法的最高法 就是看屁股坐得正不正 有没有坐在那本厚厚的美国宪法上 最高法具备平派一个法案 或者政策是否违宪的能力 如果违宪就否决 变相地去修正国会和白宫的工作 9月18日之前来看 4比4再加一个自由人的分配 让保守派和自由派 各自都有平等的话语权 而这种平衡 恰恰被金斯伯格的死打破了 被誉为是 进步自由派大法官的金斯伯格 1993年 反对弗吉尼亚军校指召男生 2007年 关注职场薪资歧视的问题 要求国会修订法律 2016年 宣判德州堕滩限制令无效 并拒绝回应 威斯康星和密西西比州的申诉 他还曾是最高法中 首位主持同性婚礼的成员 而金斯伯格风格强硬 在口头辩论环节 相比 那个十年只提一个问题的 沉默的大法官托马斯 金斯伯格 那叫咄咄逼人 已故大法官斯卡利亚 牺牲其为民宿法母老虎 美国民众则管他叫 臭名昭著的RBG 其实都是爱称 而且 金斯伯格晚年 与癌症作斗争 还不忘一周去两次健身房 2013年 金斯伯格80岁 还有华盛顿邮报爆料 说他能做20个俯合城 2018年11月 摔弹三根肋骨 立刻就有几千万美国人 说要给他捐肋骨 这么一个立场鲜明的 自由派人士去世 相当于天平最左侧的 一个砝码缺失 白宫和国会的决定 谁来修正 三权还如何互相制衡 在大选前 突然成为美国各界的焦点 CBS新闻网9月19日分析认为 本市主导大选议程的 经济复苏问题 热度瞬间下降 以后美国人还能不能堕胎 买菜时候 能不能背把冲锋枪 同性婚姻的权益 这些问题 都被提前放到了 大选战场的一线 各个候选人 对于这些议题如何回应 足以决定大选的走向 但最关键的 还是金斯伯格继位者 何时能够确定 首先要了解一个机制 就是大法官的任命 需要经过总统提名 和参议院投票通过 这个过程 没有众议院的事 所以佩洛西只能干着急 对于保守派人士来说 没有比现在 替换大法官更好的时候了 白宫和参议院 都被共和党控制 本来民主党人 还能在参议院 玩一些拉布之类的招数 消耗共和党人的体能 从而阻挠提名进程 但在2017年4月 特朗普提名 尼尔·戈萨奇当大法官 参议院共和党一把手 麦康奈尔启动核选项 投票流程已经简化到了 一次简单多数表决即可 也就是说 这100个参议员 51人投票支持就通过了 现在共和党人 占了53张票 即便最后平局 至关重要的一票 将交给现在名义上的 参议院议长来决定 这个人就是特朗普的 忠实的副总统 彭斯 所以共和党是 占尽了天时地利 麦康奈尔显然极不可耐 特朗普那边人选还没公布 9月18日 金斯伯格死讯刚刚传出 当天就说 安排参议院投票 随后开始游说共和党人 争取到了关键的选票 恨不得是不管谁获得提名 他都要亲自开车 一路亮警灯 护送他去法院上班 而且他还不惜穿越到 四年前打自己的脸 他2016年3月 曾以选大法官 还得看美国民众的呼声为由 阻挠奥巴马一个大法官提名 现在为了抓住时机 连为自己辩解的功夫 都懒得做了 话说 在新一轮疫情补助的 立法工作上 要是共和党人 有这个精神头就好了 实际上 国会山报9月17日报道 麦康奈尔的工作重心 早就放在了提名法官上了 统计下来 从8月放完暑假开始 已经提名了13个地方法官了 特朗普那边 已经相当克制了 毕竟他跟金斯伯格 关系不是很好 2016年 金斯伯格怒斥 美国总统 是个骗子 特朗普则用 这个人脑子不正常 被枪打过 作为回击 而这次特朗普从记者口中得知 金斯伯格死讯后 18日当天发表声明 细数其一生成就 称她是法律界的太太 给做面子了 但第二天就憋不住了 说换大法官 刻不容缓 当天下午就说 要提名一个女性大法官出来 还说本周要出结果 看来人都已经找好了 这就是金斯伯格生前 最担心的事情 如果共同党催生出一个大法官 届时最高法大法官中 将有六个为保守派 三人为自由派 那无论首席大法官罗伯斯 如何倒戈 结局都对自由派不利 而如果再等一等 等到11月3日 总统大选结束 参议院换届结束 等到明年1月 下一任参议员入职 新总统上位 或许 占尽天时地利的 就是民主党 金斯伯格的继承者 就可能是一个自由派的大法官 老太太自己也深知这个重要性 NPR新闻网9月18日报道 金斯伯格死前对孙女说 她最热切的愿望 就是希望自己这个大法官 这个位置 能在新总统上台前保持空缺 这个愚愿是否能实现呢 还得看特朗普 就从美国大法官提名 到入职的速度来看 平均要67天 金斯伯格本人 当年只用了49天 这么看来 如果参议院内的共和党人 不掉链子 新任法官 有望在大选前就位 有意思的是 最高法可能还需承担 最终裁定 谁是大选赢家的决策 2000年年大选的最高法判决 就确定了小布什的胜利 所以说如果到时候出现 特朗普火速提名 新任大法官上位 最后帮助自己连任 这种情况 也不要见怪 民主党这边 当然是希望 选大法官一事能放一放 但无奈主动权不在他们手里 只能借机炒作一下议题 譬如9月19日 参议院10个民主党人 致信司法委员会主席 格拉罕姆 呼吁等明年总统上位后 再选大法官 还指责共和党人 当年给奥巴马涉阻 今年给特朗普开门 这种双标行为 拜登则在9月18日透露 其实自己也有提名人选 没有公布名字 只是把肤色和性别 确定下来了 20日他也警告 共和党的行为 将对美国民主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假定特朗普连任 共和党守住参议院 最高法 有6个保守派大法官的情况下 金斯伯格的死 或将开启美国的保守时代 那这种话 民主党选民肯定不爱听 在他们看来 如今美国大选 已经不是在选总统 选议员 这么简单了 而是在捍卫自由派 对美国宪法的解读权 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 恐怕美国社会理念 会慢慢滑向保守派的话术 火惠山报20日就披露 在金斯伯格去世后 28个小时 民主党在线小额捐款 猛增9100万美元 创下各时段捐款记录 这就是民主党选民的反击 所以CBS的美媒分析人士 也认为 特朗普如果着急提名 反而会让分裂的民主党人 团结起来 不小心调动起 对方阵营的选民 从而降低自己连任的几率 从路透社9月20日的民调数据上来看 也是如此 80%的民主党人 以及50%的共和党人 觉得大选后再提名大法官 比较好 30%的美国成年人认为 金斯伯格的死 会让他们更想投给拜登 比特朗普那的25%稍微多一点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共和党人 越想尽早解决大法官空缺的问题 就会给大选制造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性 大法官去世已经成为本次大选的黑天鹅事件